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以大卫庆元63年为背景 讲述了何燕虽是女儿身 但却是天生的匠心 替代兄长征战沙场多年 平西枪定南蛮 成为大卫第一个皇帝亲丰的女将军 然而在功成名就后 不但被重男轻女的家族逼着把功劳让给兵裕的兄长 还将其嫁入不受父亲宠爱的徐府 更惨的是 不懂身宅险恶的何燕还被诬陷 最后成活而死 再醒来时 何燕却摇身一变 成为了教位之女 重生后的何燕决定重回军营 是要经国封侯 威慑九州 没想到在这一世 一开局就遇上了用兵如神 杀法很绝的大卫右军都督 肖玉 肖玉虽看起来一副冷淡寡言 高高在上的样子 但思想却很豁达 从不认为女子比男子低下 也不认为女子一定不如男 虽一直看何燕不顺眼 却也惺惺相惜 那么在前世是死对头的两人 在这一世又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我们会在剧方有开播消息后 告知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